好 在看完了声词和短语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二十课的课文部分 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看蛇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先看一下第一句话 请看屏幕 他说 How it came about that snake's manufactured poison It's a mystery 这个句子里面是从去套从去 整个黄颜色的是一个大个儿的一个主语从句 在整个句子中当主语 因为后边It's a mystery 是个戏表结构 所以整个是主系表结构 主语是个主语从句 主语从句里面的主语 It又是一个形式上的主语 它的真正主语 是后面画横线的部分 That snake's manufactured poison 这个搭配 就画横线的部分 又是主语从句内部的一个主语从句 它做主语从句里面的真正的主语 所以这主语从句里面 又牵涛了一个主语从句 这个结构很有趣 整个句子看懂了 就是蛇能够分泌出毒素 能够分泌制造毒 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这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谜 Come about 表示发生 尤其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咱们一会儿会详细讲 整个把这个句子语法成份 下面的分析情 下面咱们看看里面那些语言的细节 第一个就看看什么叫come about 这个不是到了这个地方来了 come about means to happen especially in a way that is not planned 就表示某个事情会发生 尤其是未经计划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发生叫做come about 尤其是这个意料之外的事情 计划之外的 我们通过一些简单例子 来做一些进一步的强化的理解 比如说 Can you tell me how the accident came about 你能不能跟我说实看 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发生come about 类似于我们说的happen 这个词 再来一个例子 How did it come about that He knew where we were 他知道我们在哪里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会发生呢 这么来说 你看how did it come about 这个it依然是形式主语 后面这个that he knew where we were 是句子真正的主语 是主语从句 主语从句里面这个where we were 有迁讨宾语从句 所以the new的宾语 come about经常用在这个类似结构里边 就是它的主语是形式主语 真正主语是句末的主语从句 这么一个结构 这是发生这个词 那再看我们本句中 snakes manufactured poison manufactured一般是表示什么 工厂里什么大规模的制造 那本文中可能 它不可能只制造 其实就是身体能够产生 分泌某种物质 它是一个技术术语 后面那个technical表示 一般用在技术场合 manufactured means if your body manufactures a particular useful substance it produces it 如果你的身体能够 manufactured某一种有用的物质 它能够生产出来它 就是我们的身体能够产生 制造分泌 某种有用的物质 东西 元素 这个意思 同样 咱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比如说 vitamins cannot be manufactured manufactured by our bodies vitamin就是维生素 咱们钢节放叫维他命 就阴移过来的 维生素不能够被我们的身体 来自己制造 我们身体没有制造维生素 这个功能 这是身体制造 而不是工厂里制造 再看一个例子 diabetics don't manufacture enough insulin 后面这个insulin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了 insulin insulin diabetics就表示糖尿病患者 咱们以前见过diabetes 是糖尿病这个毛病 diabetic表示患糖尿病的人 糖尿病人不能够分泌出足够的胰岛素 insulin叫胰岛素的意思 好 那我们在本文中也多次出现了 你看本文中的第十行最后到第十一行 本文中课文第十行最后到第十一行 他说 some snakes manufacture a poison different in every speck from that of others 有一些蛇分泌的这个毒 在各个方面与其他蛇分泌的毒都不一样 分泌毒素制造出毒素 有这个意思 同样的在本文中的第十四行再次出现 他说vipers或者叫adders and retrosnakes manufactured blood poison which is known as hemolytic 这个viper叫魁蛇 咱们能知道就行了 他有时候也被称为叫adder 叫腹蛇 那么还有retrosnake就响尾蛇 它们能制造出血液毒素 而这个东西一般被称为叫hemolytic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我们看到这是身体分泌 制造某种对它来说比较有用的东西 本文中说了 蛇怎么会制造毒呢 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这到现在为止是一个谜 谁也搞不清楚 谁也不能解释 这为什么蛇会制造毒素 有这个意思 本文中这个句型特别实用 咱们记单词不如记搭配 记搭配不如记句型 把句型整个拿出来背下来 how it came about that 什么什么什么 it's a mystery 某个事情 是怎么发生的 谁也搞不清楚 到现在为止是个谜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我们有个类似的句子 大家可能还记得 学过三册同学还记得 在新概念三册的第41课 who's who真假难辨里面 老师讲过另外一个类似的句子 他说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university students seem to enjoy practical jokes more than anyone else 大学生为什么比其他人更喜欢恶作剧 谁也无法解释 这个搭配叫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前面这it还是形式主语 后面why是主语总句 为什么某事会发生 为什么会是这样 谁也无法解释 把这个剧情跟它走进到一块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how it came about that it's a mystery 表达含义是类似的 这两个剧情有了之后 我们写作中甚至可以替换了 你看本剧中 如果用这个结构 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 但是为什么蛇可能制造毒素 这个谁也解释不清楚 大家就该怎么说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snakes manufactured poison 从用法含义是类似的 可以替换 那我们用它分别来造个句子 把它用熟了 要不然记不住 咱们看中文 谁也无法解释 玛雅文明 为什么会突然从地球上消失 这个句子咱们在心肯定 三册造过一次 玛雅文明叫 Maya civilization 消失 尤其突然消失 可能叫vanish 从什么消失了 后面加 just from vanish from 我们看看 用本剧中该怎么说 咱背一遍 how it came about that Maya civilization vanished from the earth 怎么样 it's a mystery 好记得 那用刚才四十 三册四十一刻的句型 咱们再背一遍就好了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Maya civilization vanished from the earth 太棒了 这个句型 拿出来之后 我们在生活中能替换了 拿出来就可以用 就是谁也无法解释 谁也不知道到底这事 到底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发生 来 白地记住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话 那下句话说 over the periods 这个还是得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我们看看 over the periods 表示经过漫长的时间 这是个时间状语了 怎么样呢 their saliva 它们的这个唾液了 就口水 sliva 什么呢 amiled digestive juice like your own 这个谐体字整个是前面sliva唾液的一个同位语 它的唾液是什么呢 一种柔和的分泌液 一种消化液 我们说digestive juice 咱们在生存中讲了消化液 就是什么肠胃里的 能够把食物分解的消化液 like your own 是借词端语到后制定语 像我们消化液一样的那个消化液 跟我们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like不可能是喜欢了 喜欢之动词 在这是借词端语到后制定语 所以是像 怎么样 被转变成了一种毒 什么毒呢 这种毒 甚至到了今天 我们也无法分析的这么一种毒 这个大家引导的当然是定语从具 修饰前面那个poison be converted into something 叫被转变成了什么 也是生存中讲过的 defy 是个重点词 表示使 什么什么不能 使 什么什么成为不可能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用词 咱们在写作中可以大量的尝试使用 先看他的解释 defy means be so difficult as to make impossible make something impossible 如此之困难 以至于使某事成为其不可能了 就是无法如何 defy analysis 就无法分析了 因为太困难了 是分析成为不可能了 是这么一个含义 这个生活中 好多好多好多词都可以用 比如说你看 defy description 把它背下来就行了 叫做无法描述 无法描述 defy analysis 无法分析 defy believe 难以置信 令人无法相信 defy solution 难以解决 无法解决 defy explanation 无法解释 defy understanding 无法理解 defy comprehension 跟它类似 也是无法去理解领会 comprehension跟understanding 是类似词汇 理解 无法理解 这个搭配把它顺便记住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beauty sometimes defines description 这个句子我们到了 第四册的24个会谈到 没有的时候 是无法描述的 无法描述 使描述成为不可能 再没有说 the problem defy the solution 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这问题太困难了 现在解决不了 使解决都成为不可能了 再没有说 a political move that defies explanation 一个政治行动 举动 这个move可以表示 一个政治行动 一个举动 一个动 这是一个动向 这样一个政治举动 无法解释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为什么走这么一步骑呢 谁也不知道 无法解释 可以这么说 再没有说 it's a devastating and barbaric act that defies all comprehension 这是一种巨大破坏性的 并且野蛮的行径 barbaric 叫做野蛮的 它来自barber 野蛮人 那么什么呢 完全无法理解的 一种破坏性的 而且野蛮的行径 完全无法理解的 defy all comprehension 加过all 语气更强了 这defy表示 使什么什么无法 使什么什么不能 希望大家把搭配 跟单词用法 牢牢不得记住 生活中拿过来 马上就可以用了 尤其用在书面的场合 那么 是什么什么所不能 是什么什么所无法 怎么样的 咱们回顾在第八课 讲过另外一个 more than 是不是又有类似的含义 这搭配还记得吗 比more than 什么怎么 can 或者跟could more than 跟can和could的搭配 也是表示 是什么什么所无法 或是什么什么所不能如何的 看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对第八课讲过 我们先看一看 新概念二册第78课的句子 新概念二册第78课 我们先复习 when my old friend brine urged me to accept the cigarette it was more than I could bear 当我的老朋友 布莱恩怂恿我 去接受一支烟的时候 我无法忍受了 这比我能忍受的 要多一些 我无法忍受 对吧 可以这么说 再复习 新概念三册的第43课 三册的第43课 Dancing proved to be more than the dish could bear for during the party it capsized and sank in seven feet of water 跳舞被证明是 这个碟子不能承受的 因为在聚会期间 碟子翻了 沉入到了 七英尺的水中 是什么什么所不能怎么样的 举一反三 再多看几个 The pain is more than I can bear 这个疼痛 是我无法忍受的 The story is more than I can believe 这个故事是我无法相信的 The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is more than words can describe 西湖的美景 是语言无法描述的 语言无法描述 我们用的是 more than words can describe 是比同刚才的 define description 也是正确的 你怎么写怎么有了 再比如说 The weather turned out to be very good which was more than we could expect 这个天气 最后你看 是个非常好的天气 这一点 已经超出了 我们的意料之外了 是不是我们 未能预料到的 我们以为是 今天打阴天 结果天气特别好 你看 是我们所无法预料到的 是什么什么 不能怎么样 more than加can 有类似的用法 或者could 我们复习 在第三课讲过 还有个介词 也有类似含义 就无法或不能 或不容怎么样 就介词beyond be beyond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 无法怎么样 或者发现不容 什么怎么样 也是表示否定含义 举一反再放在一块 怎么多记记 你比如说 The car is beyond repair 这个汽车 无法修理了 都烂得透堂了 没法修了 对吧 The rumor is beyond believe 这个谣言 是令人无法相信的 对吧 好 The situation is beyond my control 这个局面 我现在无法控制了 超出我的控制能力了 对吧 再比如说 The result is beyond dispute 或beyond controversy 这些结果 是不容争议的 不能争辩的 用不着争辩 无法争辩 对吧 肯定正确 还有 Her beauty is beyond words 或beyond description 它的美是无法形容的 也能说more than words can describe 也能 defy description 都行 这个就表达可以替换 再比如说 His conduct is beyond reproach 或者beyond criticism conduct 人的行为举止 尤其侧重道德方面的行为 不可属明词 它的行为怎么样 无可指摘 没法批评 为什么挑不出一个缸来 整个活了三十多年 没缺过德 无可指摘 没法批评 你想批评 没词 找不到借口 再比如说 The pain is beyond human endurance 这个疼痛是人类无法忍受的 大声口可能都说得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不行了 Working with you is beyond my wildest dreams 还记得吗 这个wild 咱们在第二课 不要伤害蜘蛛讲过 表示胡乱的离奇的 跟您在一课工作 已经我最离奇的梦 都无法梦到了 什么意思 我做梦也想不到 能有这样的好事 对吧 再比如说 我们看第三册了 第三册三十五课里面 We might say that justice has been done when a man's innocence or guilt has been proved beyond doubt 我们可能会说 正义得到了伸张 当什么时候 当一个人的清白或有罪 被确定无疑的被证明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人 罪有应得 正义得到伸张 beyond加名词 也有类似打印 咱们总结一下 本文中看到高级的动词 defy加名词 more than跟 can who could的联用 表示无法怎么样 还有类似的beyond加名词 有类似含义 放在一块记住 这个效率就高了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句话 下面来看更加复杂的第三句话 咱们直接看屏幕 这句话说 It was not forced upon them by the survival competition They could have caught and lived on prey without using poison just as the thousands of non-poison snakes still do 他说这为什么很神秘呢 就做着进一步解释了 他说啊 这个他会制造毒这个事儿 这个it 但是指的这个蛇会制造毒这个事儿呢 这个东西并没有强加到他们身上被生存竞争 他们没有毒的话也能生存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即便他不能去使用毒的话 他们一样可以抓住 并且以那些捕食者为生 就是被捕食者为生 就猎物为生 这个could have caught and lived could have加过去分词 得看这虚拟具形式 那么在为什么没有if从句呢 without using poison 其实就相当于if从句 如果他们不使用毒的话 那么他们一样可以抓住 并且以那些猎物为生 是这么一个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 那么从句中呢 从句就without这个借词段译代替了 主句中呢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have再加过去分词 这固定搭配 用的完全正确 关于这个 用借词段译代替 if从句虚拟的形式 咱们一会儿还复习 那么正如什么 好像just as just as方式壮与从句 正如数以千计的那些没有毒的蛇 现在依然在这么做一样 这做什么呢 就是抓住 并且以它的猎物为生 而不使用毒 其他那些无毒蛇 不正是这么做的吗 所以为什么会制造毒 也一直是一个谜 这个里边 重点搭配特别多 先看第一个 force 这就是我们在16科讲过的 一个知识的复习 Force something on 或者upon somebody 表示把某事 强加给某人 强加给某人 尤其我不想要的东西 你不要不行 强加给某人 咱们看些例子 It's no good trying to force a diet on someone 我说你强制性的 让某人来节食 这是没有好处的 Diet 就是节制饮食 被少吃 被减肥 你强迫某人非让他去节食 这是很不明智的 这个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再比如说 People who try to force their own views on you 这些人什么人呢 师傅把自己的那些观点 强加给你的这个人 强加给某人 Force something on 或者upon somebody 有这个意思 跟他类似的 我们讲过另外一个 就是impose impose somebody on 或者upon somebody on和upon一般都可以替换 用upon来得更正式一些 同样的你比如说 I don't want them to impose the religious beliefs on 或者upon my children 我不想让他们 把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 强加给我的孩子 对吧 我希望我孩子做自主的 自己的选择 再比如说 exert something on 或者upon somebody 这是什么呢 对某人施加某种力量 影响啊 施加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某种力量啊 施加压力啊 施加某个东西 这个大家很熟悉 我们先看三册的26克 真够大饼干关头 Much as we may pride ourselves on our good taste We are no longer afraid of the true things we want We are advertising exert a certain influence on us 我们尽管呢 对我们自己的良好的 品味和判断力很自豪 但是我们已经不再能够自由的选择 我们希望要有的东西了 因为广告宣传 为我们施加了微妙的影响 施加了影响 exert influence 和我们加戒指 这固定搭配 可以把它顺便记住 好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三册的36克 未来三册36克还会出现 他说Antique Shops 第三册 新增见英语第三册的36克 Antique Shops exert a peculiar fascination on a great many people 就是古董店 对很多人施加了一种 特殊的奇特的魅力 把A施加给B 叫Exert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on 这是把某个东西 某个力量等等 施加到某人头上 可以用它 顺便可以记住 再看竹句 They could have caught and lived on prey without using poison 他们完全可能 在当初就不靠用毒 就是用抓住 和以猎物为生 这也能生存下去 好 我们再回到剧中 接着看这个句子后半句 那么他并没有被 生存竞争强调到他们身上 他们并不是必须 这样来做 他们完全可以像 其他无毒水一样 他们不使用毒 而就抓住 并且去捕食那些猎物 对吧 They could have caught and lived on prey 这个地方用了虚拟去了 为什么呢 其实就相当于 如果他们不使用毒的话 这是个虚拟 咱们说了 百分之中 相当于这么一个搭配 相当于 They could have caught and lived on prey without using poison 你看这个 could have加过去分词 咱们前面多次说过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have done 放在主句中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 咱们当初 历史上可以这么来做 对吧 without eating poison 相当于什么呢 是不是相当于 if they had not used poison 如果他们当初不用毒的话 他们一样可以像别的无毒水一样 在抓猎物为实 是这么一个 if从句用了过去分词 had加过去分词 过去完成时 主句中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have done 标准的虚拟性 这是复习老知识 老掉牙的知识 在新肯定三册就讲过 这个if从句 经常可以用 借词端语来代替它 这个知识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说过 咱们先看看 第三册第56核 核留我们的邻居 without it we could not make a living 如果没有这个核的话 我们就几乎无法谋生了 这是与现在时事相反 现在有了一个核 但如果要没这个核的话 without it 是不是相当于 if we didn't have it 那么从句中 用一般固件识 那么主句中 用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远行 与现在事实相反 我们在复习三册第60核 三册第60核 就是准时守时那棵核 without it nothing could ever be brought to a conclusion everything would be in a state of chaos 如果没有它的话 这个它就是punctuality 守时了 如果没有准时守时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事情能够圆满结束 能成正果 每一件事将处于一吞 混乱状态 你看could would 也是于现在事实相反的 主句中的虚拟 without it 相当于从句 是不是又相当于 if we didn't have it 如果我们要是没有 这个守时的话 那么后面 你看 从句中 一般固件是主句中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算性 这是标准的虚拟系结果 我们看到了 if从句虚拟 王冒农用这次端语可以代替 咱们再看几个例子 它都是小知识复习了 看一遍就行了 进一步步识识 咋词是 there would be no living things without air 没有空气的话 就没有生物了 without air 前面would be 那么without air相当于什么呢 如果没有空气的话 there would be no living things if there were no air 如果这里要是没有空气的话 这是标准的一个 这是虚拟区了 对吧 好 那么if从句 必动词用word 再比方说 不一定都是味道的 in his position 用in这个介词有时也行 I would have committed suicide would have叫过去分子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了 当初啊 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的话呢 我可能就自杀了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虚拟 那in his position 咱们带你去看怎么说 是不是应该用 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吧 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的话 他的地位的话 他的处境的话 我恐怕就自杀了 这是老智的复习 那么这个在本文中也是这么一个用法 好 我们再回到剧中 那最后剧目说 just as thousands of non-poisonous snakes still do 那么正如呢 数以千计那些没有读的蛇 正在做的事一样 这个do可以代替前面出现的动词或动词短语 这里代替的什么呢 当然是catch and live on prey without using poison 本文中是不是省略这个了 用do代替的是 是不是相当于 just as the thousands of non-poisonous snakes still catch and live on prey without using poison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表达 caught and lived on prey without using poison 前面出现过了 所以用do可以代替前面出现过的动词或动词短语 那么前面出现过的表达了 后面用一个do来代替就好了 是这么一个结果 好 后面他进一步说 咱们看后面的第四句 再回到课文中 看屏幕 下句话说 Poison to a snake is merely a luxury it enables it to get its food without very little effort no more effort than one bite 这个毒对于一条蛇来说 仅仅是个奢侈品而已 不并不是个necessity 不是个必须品 为什么呢 它使得蛇得到它们的食物 只需要付出非常非常小的努力 仅仅需要咬那一小口就行了 咬了一口之后 这猎物自己就用不着动了 用不着跟它打架了 那么这个with very little effort 非常小的努力 后面这个no more effort than one bite 这个画横线的 带下画线的黄艳丝的部分 是前面带下画线的 这个白艳丝的部分的同位语 后面整个的with一直到继络 都是一个方式装语 以非常小的努力 这个方式 那么后面这是黄颜色 就前面白颜色的 都是下画线的部分的同位语结构 那么怎么一个非常少的努力 仅仅需要 咬那么一口就用不着太多努力了 no more than 可以为仅仅只需要 只需要咬一口就不用费劲了 就这个意思 这个里边我们先看里面那个luxury 这又是老知识的复习了 很多知识点的复习 luxury和necessity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前面说过 这两个词如果表示奢侈 或者表示必须必要 那么这是不可数名词 在16课讲过 但如果表示奢侈品和必须品 就可数了 本文中前面加了个 那不可能表示奢侈了 已经是奢侈品的意思 这个意思是可数的 咱们复习复习这个句子 limousines and perfumes are luxuries while food, clothing, shelter and transportation are daily necessities limousine就豪华汽车 豪华汽车和香水是奢侈品 而食物啊,衣服啊,住所啊,还有交通啊 就衣食住行嘛 这个东西 毛毛是生活的必须品 the necessity和 luxury在这都是可数名词了 它不是奢侈和必要 而是奢侈品必须品 本文中是奢侈品 它使得这个蛇呢,得到食物 用非常小的努力 no more effort than one bite no more than 就强调 哎呀呀,只是那么一点 仅仅这么一点来 no more than 仅仅只不过 它可以连到一块用 也可以在no more 后面加别的名词都行 都是比方是东西很少 仅仅才这么一点 我们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在我们四册里面 另外一个课文中 就是44课 257页的14行 这个到15号 257页的14行 到底是14号 44课 文化的模式 When one seriously studies the social orders that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utonomously the figure becomes no more than exact and matter of fact observation 当我们人们非常严肃的 仔细的去研究社会秩序 什么秩序呢 有机会能够自动的发展起来的 这么社会秩序的话 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数字就变成了 仅仅是一个精确的 并且实事求是的 这么一种陈述 一个描述 这个observation可以表示 某人说的话 一个陈述 说的一段话 no more than 仅仅是 只不过是 说明他说的确实对 并不夸张 这个意思 有的是no more 在后面加别的名词 也是强调这个少 又仅仅的类似含义 一次性的尿片就不用做更多工作了 disposable就是用完一次就够抛弃掉的东西 在这就是一次性的纸尿片就行了 像以前还得洗尿介子 现在换上之后 然后用完之后一扔就好了 仅仅是只不过是 你看跟本文中用法类似 就仅仅仅咬一口 就不需要更多的这个努力了 那作者说 那为什么仅仅蛇有这个能力呢 and why only snakes 这有上下文 那写全了当然是 why and why only snakes manufacture poison 那为什么仅仅是蛇会制造这种毒呢 有上下文 这后面的黄颜色被去掉了 陶红静说 你看其他动物要有毒的话 也会有好处啊 我们看下面第六句 他说了 cats for instance would be greatly helped no running fights with large fierce grass or tussles with grown rabbits just a bite and no more effort needed for instance 是插入语 比方说吧 这个猫呢 可能就会 如果有毒的话 就会非常有注意 非常有帮助 这个would还是个虚拟语气 它相当于 如果猫有 能够制造毒的话 if cats manufactured poison 这if从具等于被省略了 因为有这上下文 就不用再说了 为什么呢 它这个 这个 出现一个分号 分号常见的意思有两个 一个表示并列 一个表示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在这明显是一个解释了 对吧 表示解释是 它跟冒号的功能是类似的 为什么它会有很大帮助呢 它说再也不用 持久的跟那些大个儿的 凶的 非常凶恶的大老鼠 在搏斗了 在打架了 riding 在这不是跑步的意思 是个形容词 就是持久的 长时间的 也用不着跟那些 是什么成年的大兔子在扭打了 tussle 表示扭打 扭在一块打架 grown 就是成年的长大的 rabbit 就是兔子 野兔 为什么呢 破这号依然表示解释 这还是解释 为什么 后面它说 仅仅咬一口 这些不需要更多的努力了 needed 是过去分词 修饰前面的一个effort 被需要的努力 不需要更多努力了 咬一口就行了 为什么蛇有毒 为什么猫就没有毒呢 猫要有毒的话 也省很大事了 这就是 为什么蛇会分泌毒 还是一个谜 这个意思 我们先说着看 前面物的虚拟 我们看到 有上线文 它其实相当于 if they manufactured poison 对吧 如果它们能够制造毒的话 那猫将会被得到很大的帮助 就猫 对猫来说 制造毒一定 也是很有用的 很有帮助的 这个意思 有上线文 这个虚拟就被省略了 另外刚才我们说 那个running 这个running在这 是个形容词 就是持久的 长时间的 lasting a long time 或者continuous 而不是跑步的意思 持久的 长时间的 比如说 for years he had fought a running battle with the authorities over the land for years 多年来了 它与这片土地上的 那些有关部门 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 这个for叫fied 一番过的事 这个running 就是battle 长时间的作战 长时间的斗争 authorities可以表示 政府的有关当局部门 持久的 长时间的 用running这个词 是这么用法 另外看看 刚才那个tussel tussel表示 扭打或者搏动 什么叫tussel呢 咱们看英文解释 a fight using a lot of energy in which two people get hold of each other and struggle 就是用很大很大很大努力 用很多很多精力的一次 这个打仗 两根作战 打起来了 在这次tussel里面怎么样呢 两个人 扭住了对方 并且用力在挣扎 在搏动 就扭打扭在一块 打起来了 叫tussel 这个词经常 跟他借词搭配 就是本文中的后面加 with tussel with somebody 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 你比如说 she had a brief tussle with her conscience before telling the whole story 他说在把整个事情 说出来之前 与自己的良心 进行一个短暂的 一个挣扎 一个搏斗 究竟说还是不说呢 与良心做了一个小的搏斗 这个tussel 这在这做比喻了 也是与某人扭打搏斗 争斗在一块 本文中也用的对 如果狠猫要是有毒的话 那就用不着 跟那个大老鼠 凶恶的大老鼠 进行长时间的作战 也不用跟那些成年兔子 再扭打到一块了 仅仅咬一口之后 就不需要更多的努力了 说为什么 单单蛇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后面进一步说 看第七句 他说In fact It would be an assistant to all carnivores Though it would be a two-edged weapon when they fought each other 他进一步说了 不光是猫啊 事实上 对所有的那些 那些肉食行动来说 这个如果能制造毒的话 都会是一个帮助 Would be an assistant 就像那 Would be helped 刚才用的是 would be helped 就是would be an assistant 就像那 would be a help 是一样的 那刚才出现 动词help 这换成了名词 assistant 也是帮助的意思吗 这是替换 这个would be的 would 当然还是虚拟器 相当于if 如果他们能够制造毒的话 还是if they manufactured poison 还是一样 那么后面 No引导到拘末 当然是让步状欲从据了 尽管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双刃的武器 这个it当然是指毒了 能制造毒这个事儿 是个双刃的武器 双刃武器 2-edged weapon 这个到了22克还会碰到 这固定搭配 咱们一会儿会说 怎么样呢 如果他们彼此之间 打仗的时候 那恐怕也会伤到彼此对方 就是这个双刃武器 它既可以用它的捕食 但是同类之间争斗 可能也是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 这个wain从据 其实相当于if从据 相当于if从据就好办了 if从据里面用的一番过去是 它所在的主据 它不是让步状欲从据里面 牵套的一个从据吗 它所谓的主据 不就是这个让步状欲从据的 主观结构吗 这里握着了 这标准的虚拟器 咱们记住wain 不一定反正当某时 它可以相当于if 相当于条件状欲从据 这是一个内部的标准的 这个虚拟器了 这个wain相当于if的用法 咱们一会儿 会在细节中详细来讨论 第一个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would 还是复习 跟上一句话一样 也是相当于if从据 in fact it would be an assistant to all carnivores if they manufactured poison 如果他们能够制造毒的话 那么对于所有的 这个carnivore就是 肉食者来说 它不都是一个帮助吗 都会是个帮助吗 就相当于would be greatly helped 跟上一句话一样 好 还有后面我们看 这个two-edged weapon 双刃的武器 这个必须加一个字母D 加字母D之后是形容词的 双刃的two-edged weapon 能够有帮助 同时也有危害 这个搭配到了22颗 还会碰到 咱们先提前看一看 127页的13行 最后到第14行 127页 13行最后到第14行 他说 As it so often pointed out knowledge is a two-edged weapon which can be used equally for good or evil 正如如此经常被指出的 知识是一柄双刃的武器 它可以平等地用在 善或恶的两个方面 双刃武器叫two-edged weapon 再次出现 当然这个双刃武器 有的时候也能叫双刃剑 可以把它换成剑 那个词也行 这个two有的时候也能换成double a two-edged weapon a two-edged 怎么读 不要读sword 注意w is silent 这个w是不发音的 英国人动中sword 美国人动中sword two-edged sword 有的时候也能用double-edged weapon double-edged sword 意思是一样的 双刃剑 双刃的武器 那么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打仗的时候 这个也可能成为一个双刃的武器 刚才说了wain从句 相当于if从句 那么如果感到if从句 看得非常清晰 if从句一般过得是 它所在的句子主干里面用wood 标准数据 如果他们彼此人打仗的话 它没打架 如果他们打仗的话 有毒的话 那么这将会是个双刃的武器 就这么一个wain从句 不见得指时间 这里指条件 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How can I explain to you when you won't listen 我说如果你要是不听的话 我怎么给你解释呢 不是 反正当你不听我说的时候 我怎么给你解释 这个反正当什么时候反正不通了 用if好一些 如果你要不听 我怎么给你解释 对不对 when 相当于if从句 再比如说 When I reverse the car it makes a funny noise 我说 如果要是倒车的话 它就会发出一个怪怪的声音 这个funny并不是好笑的 而奇怪的 funny smell叫怪味 能发出奇怪的这个噪音 when其实也是指时间 但是其实上当条件 更好理解一点 如果我要倒车的话 就会发出这个声音 这when同句 相当于if同句的用法 跟它非常类似 本文中 你看 其实标准的一个虚拟性 这么一个结构 当然 when they fought each other 这个fight 后面加不加的with 都是正确的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if they fought with each other 都行 fight 极无动词 不极无都可以 与某人作战 fight somebody 也能说 fight with somebody 都可以 two guys were fighting each other in the street 也可以说 two guys were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treet 咱们见过再写 听过再说 看过之后 放心用 加不加with 我们知道 都是正确的 就好了 但是作者说 那为什么单单是 大字人选中了 让毒蛇有这能力呢 but of the vertebrates unpredictable nature selected only snakes and one lizard 但是在这些 这个脊椎动物之中 那么难以预测的 这个大自然呢 他单单选择了 蛇 当然还有一种 蜥蜴 使它们具有毒 这个能力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作者就说 说大自然之物 难以去测 不知道 它会做出什么事来 这个里面 我们看看这个off 这个off 不要翻译成 什么什么 这个脊椎动物的 这不是的 翻译成 在什么什么之中 在什么之中 类似among这个用法 我们看off 这是个proposition 当然是借词了 used when comparing related things 那么把它用来呢 就是比较相关的 一些事物的事物 用在比较的时候 在什么什么之中 在什么什么之中 在这些机制动物之中 单单大自然选中了 蛇 还有一种蜥 看几个例子 I'm surprised that you of all people think that 那么我们说 我很奇怪 在这么多人中 你在考虑 是那样去考虑的 那样去认为的 这么多人中 怎么单单 你是这么来想的呢 of all people 不能说很多人的你 而在什么什么之中 是不是比较嘛 你跟大家不一样 那本文中也是蛇嘛 那蜥蜴嘛 跟其他机制动物不一样 对吧 再比如说 a flat tire today of all days what bad luck 这么多天之中啊 只有今天我们碰到了 汽车 这个车带没气了 车台没气了 真是倒了血没了 在这么多天中 单单是今天 因为比较是在什么什么之中 这of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这个把它记住 再比如说 he's the best looking of all the three brothers 在这三兄弟之中啊 他长相最好看 他是最帅的 最好看的 这个of表示 在什么什么之中 做比较是 经常这么使用 百分钟 正是这个地道的用法 大自然 难以预测的大自然 天天显中了 蛇 还有一种 she lizard 后面经过来说 one wonders also why nature with some snakes concocted poison of such extreme potency one还是泛指 就是人们了 结果是泛指 人们 当然形式上是单数 所以未动词 还跟单数走 人们呢 同样也想知道 wander想知道了 后面why 当然到剧末的是 这个 是宾语 从去做wander的宾语 中间这个with some snakes 是插入语了 对于某些蛇来说 这with表示 对于什么来说 大自然 对于某些蛇来说 它调制出了 这么强有力的这种毒 concocted是调出混合物 调制出 尤其是与众不同的 特殊的混合物 potency 在这里表示药效 什么药物 化合物 化学物质的效力 是这么个意思 大自然调配出 这么有力的毒 咬一口 能吗 让对方致命 里边有些词汇 看过就好了 首先看那个concoct 什么叫concoct concoct means to produce something unusual by mixing things in a new way especially a drink or meal 调制出 就是制造某个东西 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 通过什么呢 通过把很多东西混合在一块 用新的方式混起来 尤其是调制 饮料啊 或者一顿饭啊等等 调制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soup was concocted from up to a dozen different kinds of fish 这个汤特别好喝 它是这么调制出来的 什么呢 用了从多达十二种不同类型的鱼 把它炖成了这么一锅汤 所以这么好喝 这个concoct才是调制的意思 但有这意思 还有呢 我们后面那个potency 药的效力 看这名词 potency means the strength of something especially a drug are your mind or body 就是某个东西的力量 它的强度 力量 尤其是一种药 对你的什么精神啊 或身体方面所发挥的这个效力 就我们说的这个药效就好了 比如说例子 看例子 improper storage may decrease the potency of the drug 不适当的储存 这个药呢 可能会降低药的效力 就放在日光上 日光下爆晒 这药呢 可能就没那么大劲了 药劲 药效 叫potency 就这么 那么这是 他后面说了 人们同样就想知道 为什么大自然 对某些蛇来说 它会调制出这么样的 强有力的 药效这么强的 这么一种毒 那么第一段呢 先是做一个宏观的大致的介绍 说这个毒蛇 为什么会制造毒 是一个谜 为什么呢 因为从基本的原理来说 不好解释 为什么它没有生存竞争 来迫使它们制造毒 那么没有毒的话 一样可以正常生活 另外一个 如果这个毒是好事的话 为什么大自然偏偏选了蛇和某种蜥蜴呢 为什么其他的脊椎动物 像是猫 老虎 它们为什么都没有毒呢 这还是个谜 第一段 走过宏观介绍 第二段 和进一步深入描述 这个毒究竟怎么慢慢产生的 并且阐述了毒蛇 原来分泌的毒还是不一样的 越来越神秘了 好 第一段跟老师先考到这儿 ywat